强行关注偏乡运动教育的台北南区实质会 继去年捐助瑞穗乡瑞北国小足球队之后 今年再捐赠一整套田径队服 要给瑞穗国中田径队的选手们 期盼他们在今年7月份 要前往墨西哥国际青少年运动会的时候 可以拥夺冠军 套上亮黄色的外套 瑞穗国中田径队队长带领队员们 以训练队夫来致谢 去年2月捐赠瑞北国小足球队球衣的台北南区实质会 当时也和瑞穗国中结缘 在获知学校田径队 选手们是以一套队服打天下感到不舍 集结中实质会成员与会友的力量 来捐赠外套以及田径队服 勉励并祝福 今天来是真的真的都非常的感动 做这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希望日后每一年 我们都能够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来就是让小朋友不管得志体群 那这个运动的方面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然后希望小朋友能够加油 我很感动的就是 在那么小的地方在瑞穗香可以有两位学生代表台湾去发光发亮在国际上面 希望以后我们瑞穗香会有更多的田径选手可以到国外去比赛 加油你们可以do it 今年7月即将代表台湾参加在墨西哥 所举办的国际青少年运动会的直签球选手 苏少廷 陈昊等队员们 一起和试制会做基本的练习训练 互动交流 对于南区试制会捐赠对服也相当感谢 谢谢试制会 谢谢捐赠我们 就是谢谢试制会来我们学校 就是捐赠我们学校这些 让我们有多一套衣服 对比赛的时候比较方便 国中田径队征战国内大小赛事旅创夹击 这一次台北南区试制会捐赠对服 校长许俊杰代表执政感谢状 也期免选手们继续努力突破自我 到瑞穗国中来来做一个社会服务 于是我们就安排田径队的学生 跟我们这次南区试制会的 除了进行一些体验式的活动之外 也非常谢谢我们南区试制会 这一群人到我们学校来捐赠 我们田径队的比赛的运动服装 有了南区试制会捐赠整套对服的加持 认识国中田径队将无后顾之忧 披上试制会与师长的关爱战袍 在田径场上奋力向前冲 记者是玉兰对次采访报道 legal 明远